跟您荷包息息相关的是 如果您现在在市面上 买小包装的海苔 其实一包里面呢 至少会有四片吧 但现在就有民众投诉说 他买了一大袋 里面却有好多个 一包竟然只装了一片 这样的状况 当下发现觉得被骗了 难道是海苔偷偷缩水了吗 我们来看业者怎么说 酥酥脆脆的海苔 是许多人都爱吃的零食 但知名品牌海苔 却被民众爆料 买回来一大包 里面好多个都像这样 竟然只有一片 一般都是有四片嘛 可是这里面只有一片 当下打开来 Kimochi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 这是哪个环节出问题啦 缩水的海苔光是拿起来 就很明显比较薄 跟正常的比比看 乌龙版的海苔因为只有一片 薄到可以透光 但正常的包装 一包有四片 根本不透光 就会在心里OS OS什么 你就被骗了 怎么只有一片 不是要问清楚啦 机器不觉得是吧 机器要走 所有的水要跑掉 一块钱就要买一块钱的东西啊 不一样的水费啊 实际到卖场买相同品牌的海苔 打开来检查 一整包都是正常的 其实一开始这种小包装海苔 一包都是五片 2007年因为原料涨价 变成四片 业者也澄清 这种一片乌龙 可能是机器出了问题 如果买到的消费者绝对可以退换货 这里是宣传娱乐林小凡台北怎么到 下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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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